谁知男人还没动手 女孩就手起刀路 短短三秒的时间内就杀掉了他 而这一切都被隔壁的男孩给看到了 这个男孩叫阿伟 由于没考上大学 他对生活失去了希望 这天他把皮带套在头上 另一边挂在墙上的书架上 他有上吊自杀 可过程实在是太痛苦了 他本能的挣扎 使书架承受不住重量 塌了下来 阿伟没有死成 一抬头 看见墙上射下一束光来 他缓缓起身 走向了光源处 发现墙上有个小洞 阿伟望向洞口 对面居然住着一个甜妹 妹子手指不小心沾了酱 便直接用嘴舔了一口 把男孩看得是心里只痒痒 这束光照亮了他漆黑的世界 阿伟对女孩一见钟情 从此生活有了新的动力 他放弃了自杀的念头 此后他每天都去偷看这个邻家女孩 观察他的一曲一动 只要女孩在家 他就算不吃饭 也要跑过来偷看 由于没有工作 阿伟穷得吃不起饭 他经常去偷吃楼下的外卖 这天正当他狼吞虎咽的时候 女孩恰巧出门 看见了这一幕 第一次跟女神碰面就这么尴尬 阿伟心里想这下惨了 可女孩不仅没有嫌弃他 还邀请他到家里去吃饭 女孩说自己叫小玉 让阿伟没有想到的是 小玉不仅人长得美 做的饭也这么好吃 小玉告诉他 没事可以经常来他家吃饭 为了能见到自己喜欢的人 脸皮厚就厚点吧 阿伟开始每天来小玉家里蹭饭 一点都没觉得不好意思 这天晚上 阿伟听到小玉回家开门的声音 他赶紧跑过去偷看 只见小玉带了一个男人回家 男人还对小玉动手动脚 就在阿伟粗意大发的时候 小玉拔出一把刀 瞬间解决了这个男人 脸上还露出了邪魅一笑 女神是个杀人狂魔 是种什么体验呢 阿伟怎么也都没想到 平日里看见了清纯可爱的小玉 居然会杀人 而且动作如此熟练 他吓坏了 惊恐的大叫了起来 小玉听到声音 直接一刀插了过去 当刀拔出来的时候 阿伟再次望去 发现小玉正在洞口盯着他 阿伟打开房门就跑 小玉则在后面穷追不舍 惊慌的阿伟一路跑到了天台 小玉也追了上来 他拿出一把刀对着阿伟 而此时阿伟直接跪了下去 能死在自己心爱人的手上 也算是好运了 小玉把刀架在阿伟的脖子上 问他此刻是什么心情 阿伟却说 你真美 我想和你出对象 小玉愣了一秒 他答应了 于是他们开始约会 但小玉会突然换上羽衣 去杀掉他认为该杀的人 这种情况很常见 阿伟感觉很害怕 但却没有任何办法 可小玉杀人根本就不分时间 不分场合 即使对方正在直播 小玉也会直接过去 把他给杀了 对于之前阿伟偷看自己 他也觉得很刺激 还让阿伟继续偷看 这天阿伟问出了心中的疑惑 不管是谁 你都会杀吗 小玉回答 其实自己杀的都是坏人 他会列一个清单 在适合的时候 把他们杀掉 虽然阿伟选择相信小玉 但他还是不希望小玉继续杀人 到了晚上 他兴奋的想去看小玉在做什么 却发现他这次要杀的 居然是楼下的大叔 在阿伟的眼里 大叔是个爱猫人士 怎么可能是坏人呢 他大喊着让小玉不要杀他 但小玉根本就不听 迅速地解决了大叔 之后小玉的房间 建了一伙人 他们把墙上的血迹擦涂 再把尸体带走 原来 小玉之所以不被人发现 都是因为背后有组织 为了让阿伟明白 大叔为什么会被杀 这个黑衣女人 带着他来到了楼下的大叔家里 原来大叔根本就不是什么爱猫人士 而是一个女猫狂 第二天小玉来到阿伟家里 他问小玉 以后能不能不要杀人了 可小玉不肯 两人开始有了矛盾 一群混混围着这个女孩 想逼他就范 可是他们不知道的是 女孩是个杀人狂魔 别看他长得是人畜无害 杀起人来 那是连眼睛都不带炸的 混混威胁女孩 想让他加入自己的社团 小玉自然是不肯 但混混却说不加入 就杀了他的男朋友阿伟 为了保护阿伟 小玉找到他 说要和他分手 但混混还是把阿伟抓了起来 为了警告小玉 他们在阿伟脸上划了一道口子 回家的阿伟怕被女朋友发现 就一直用毛巾捂着半边脸 但最终还是被小玉发现了 他转身就要去报仇 可阿伟却拖住了他 说不想让小玉再继续杀人了 小玉哭了 他认为是自己连累了阿伟 当天晚上 阿伟听到小玉回来的声音 凑过去偷看 发现小玉又在杀人 可这一次 小玉没有露出笑容 而是伤心的哭了 阿伟以为是混混用自己威胁小玉 做了他不愿意做的事情 他立马跑出房门 来到混混的基地 拿着刀 对他们吼叫 让他们离小玉远一点 然后上去就是一顿乱打 从来没打过家的阿伟 几分钟就被打趴下来 混混拿刀准备杀了他 关键时刻 一颗迷晕弹滚了进来 就在混混们都要晕倒的时候 小玉穿着雨衣走了进来 看着地上的阿伟 小玉这才明白 原来阿伟是真的想保护他 小玉捡起地上的刀 依旧是熟悉的手法 一番操作 把混混们全都给杀了 没有丝毫的怜悯之心 混混被解决之后 他们拥吻在一起 可下一秒 小玉在阿伟身上捅了一刀 看着刀上的血 小玉说道 原来杀自己爱的人 真的会异常兴奋 阿伟没有说话 只是跟小玉一样 露出了笑容 男孩为了爱情 连命都不要了 如果你有一个这样的对象 你会怎么样呢 好了 这里是悟空闹电影